在最后一章的话 其实也就是大的方面来说 还是在我们这个Succo语句上 只不过在Succo语句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是增加了我们说 Auric自己能够识别的一些操作性的语句 所以说它整个栽块的话就叫做PRSucco语句 我们来看这一章 这一章是三个模块的内容 它其实整个第六章的话 有点类似于就是 有点像就是编程这方面 就是和我们之前讲脚本的那种格式 脚本的格式是有点类似的 在这一章当中的话是分为三个 第一个就是明白 也就是PRSucco的一个简介 或者它一个概述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PRSucco当中 去定义 掌握它一个数据类型 其实数据类型的话 和咱们表的数据类型 都是一样的 它就是说怎么去声明 常量和变量的一个使用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咱们这个流控制语句 就是咱们循环语句 判断语句 在我们这个PRSucco里面 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这是在第六章当中 这三个模块的内容 咱一个一个来看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对PRSucco的一个描述 PRSucco的话 它是一种过程化的语言 但是在这的话 还是要大家去明白一点 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PRSucco PRSucco这个过程化语言的话 它也是只针对谁有效的 是不是咱的 是吧 是吧 对吧 也就是只能实现 对我 ORICO数据库的一个操作 ORICO数据库的操作 我这是不是少了一个C 对吗 ACRE 你看也就是说 在PR 也就是说 整个PRSucco这个语句当中的话 它包含 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大家来看后面 就在我们这个PRSucco当中的话 你看可以通过我们的 这个 IF语句 这应该是不会再陌生了 对吧 虽然有时候可能格式上存在 它的一个差异 但是它的思想都是一样的 进行一个 是判断的一个操作 对吧 也就根据成立或者不成立 来去决定 我要进行 什么样的一个认算 对 也就是说 通过IF语句 或者我们的这个 LOOP语句 这个LOOP语句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循环 就是咱的这个 循环语句 你看咱们在脚本里面 我们说 讲到循环语句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Val 对吧 还有一个Fall 对吧 在这儿的话 其实也是有的 也就是通过我们的 IF语句 或者LOOP语句 实现控制程序的一个 执行流程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它还可以去定义 我们的这个变量 然后方便我们在语句之间 用来信息的一个 或者数据的一个传递 也就是通过Socco语言的话 就能够实现 实现我们说操控程序处理的 一个细节的过程 也就是通过我编写 比较Socco语句的这个逻辑 然后让这个逻辑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或者通过这个逻辑能够实现 对我数据库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都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比较Socco语句 可以来实现的 你看整体 你看第一段话 第一段话的话 它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个 比较Socco的一个描述 也就是说它是干什么的 或者在我们这个比较Socco当中 我能够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就从这开始 一直到这个最后 都是描述我们的这个比较Socco语句的 你看比较Socco的话 它是我们的这个 Origo专用的一个语言 你说拿上比较Socco语句 去操纵我的Masarco 肯定是时间不了的 它只针对我们的这个Origo有效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 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标准的这个Socco语句的一个扩展 扩展 也就是说它允许 允许在我们的这个内部 嵌套我们普通的Socco语句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在学的过程当中的话 你会发现 在我的这个PiRSocco语句当中的话 我还可以比如说套用Update Insert Select 这些Socco语句 可以和我们这个PiRSocco语句 去结合来去使用的 你看这样的话 就将我们Socco语句的这个数据 操作能力 查询能力 和我们的这个PiRSocco的这个过程的这个处理 去结合在一块 来实现对我数据库的一个逻辑性的操作 这是我们这个就是对于PiRSocco语句的一个描述 在这的话 大家就记一句话 这句话到哪 就从这一块 我把这个红色的给先给去掉 需要大家去记的 就一句话 就是在这 就通过这个PiRSocco 它是一个过程化语言 然后到这 就记到这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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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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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去知道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还有两个就这个PLS这个Integer 还有一个这个BinaryInteger 它们两个也是用来存储数值的 只不过它们两个只能是存储整数 这个其实就记住的案板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是字符类型的 字符类型的话 你看谁来的 是不是就这个WATCHAR 对吧 WATCHAR 然后CHAR除了这之外的 还有LUNNCHAR NWATCHAR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存储的字符 或者字符串的 也只需要知道一个就可以了 就记住这个WATCHAR 你看虽然有这么多数据类型 每一个就记住一个代表性 也就是最常用的就OK了 一个数值的话就是NAR 然后字符类型的话 就是WATCHAR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咱们这个日期类型 日期类型的话 就是咱们的这个DATA 你看在这只不过这个DATA的描述 需要大家来去看一下 就是对于DATA类型的这个 它所占的这个存储空间 是不是七个字节啊 对吧 七个字节的话 你看每个字节都代表 有不同的一个含义 你看一个字 这每一个字节分别代表 就是世纪 然后年月天小时 然后分钟 然后到秒 我们其实我们经常说 是不是就是年月日 是不是十分秒啊 对吧 按照这种方式来去描述的啊 这个日期的话 大家就记住DATA就可以了啊 然后第四个的话 可能是皮尔萨库里面啊 就单独罗列出来的一个数据类型 你看前三个和表示一样的 第四个的话叫做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的话啊 它对应的一个关键词 叫做这个Bolling啊 就是B-O-O-L-E-A-N 布尔类型的值的话啊 你看在皮尔萨库里面的话 它是划分成三类啊 其实正常情况 这个布尔类型的值只有两个 要么是true 要么是false 也就代表是成立和不成立的 也就是一般我们的布尔类型 它声明出来的这个变量 它用来接收就是判断的结果 因为判断的结果的话 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是成立的 要么是不成立的 这个类型的话 可能大家之前没有听说过啊 这个需要大家去记下 因为你会发现 咱接下来再去讲到的话啊 会经常去看到这个布尔类型的啊 它的只有两个啊 要么是false啊 成立或者不成立啊 布尔类型啊 布尔类型 你看它主要就是用于程序的这个流程控制和业务逻辑的一个判断啊 它一个判断 只不过在皮尔骚控里面的话 他把这个囊也给归纳进来了啊 但是在其他编程语言里面啊 布尔类型的只有两个 要么出要么包子啊 布尔类型啊 对应的关键词是包林啊 b-o-l-e-a-n 然后他的指导后呢 就出包子了 在皮尔骚控里面的话 是多了一个 那啊 这样记完了吗 这样的话我们来往下来看啊 我们来看啊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皮尔骚扫口语句当中啊 如何来去定义我们的这个变量和长量 我问大家什么是变量呢 是可以变量的 是可以变量的 是个完整点的吗 对吧 是不是在程序运行过程当中可以干什么的 是不是可以改变的量嘛 对吧 一定要说完整啊 不能这么含糊的给说了啊 什么是长量呢 对 也就是在程序运行过程当中说不可以改变的量啊 对吧 也就是这是变量和长量 其实我记得这两个定义 咱是不是在讲脚本的时候是不是说过啊 对吧 也就是对于变量和长量的一个描述啊 我们来看啊 在我们这个皮尔骚扫口语句当中啊 怎么来去定义我们的这个变量啊 他的语法格式的话啊 在这把所有的符号都给去掉啊 没有兼括号的 就直接写上变量的名字 然后空格数据类型 这是正常的写法 如果比如说你在声明变量同时 你是不是也可以对他进行复职啊 对吧 如果想要复职的话 就是假如你是个涡签类型 资不上类型的话 一定要去指定他的这个长度啊 复职的话就写上一个冒号等号 后面想要他所定的值啊 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定一个变量A 给他复职一个三的这样的一个值 那我首先想要是不是变量的名字 是不是就是一个A啊 对吧 然后比如说是number类型的 对吧 LM比亚比亚 然后呢 他这个不给他长的就是冒号等于一个三 是不是分号给分隔开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生命了一个变量A啊 对吧 还给他进行复职了啊 那比如说字符串类型的话 比如说是B B的话 比如说写上这个watcher啊 watcher我们的这个watcher2啊 watcher2 然后指定一个长度 给他一个10 然后的话 冒号等于 比如说是 那这样说的话 我们说后面是不是要给他 也就是说加上是不是一个单引号了 对吧 比如说给他一个hello 我就简单去写一下啊 也就是说这两种方式啊 这样的话就生成了我们的这个字符串啊 字符串变量 也就是B啊 嗯 你看他负的值啊 你A的变量这个值不就三吗 这个是你顺便一个变量比B的负的一个值是一个hello吗 就是相当于你生命变量同时也给他进行一个负值的操作了 这个负值可不直接写等号 等号前面还有一个谁来着 是不是还有一个猫号 而且你还要对每一个变量生命出来之后的话 你要去指定这个变量的数据类型 它不像我们 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Linux里面的话 是不是直接写变量名等于他定的这个值啊 对吧 也就是说在 在我们的这个Piasako里面的话啊 它的要求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的啊 这是变量的啊 变量定一个格式啊 那比如说 你看因为后面这块是不是可选可写的啊 对吧 那我比如说我定一个变量C 我就把它定出来 我是不是不对他进行复制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吧 比如说C 然后给他一个inter类型的 然后我给他放在这 是不是也OK啊 对吧 因为我当前我等会我再给我的C 我用到C的话 我再对他进行操作 不用到C的话 我只是把它给生命出来而已啊 这是定义变量的一个格式 变量名空格 数据类型 然后有长度写上长度 然后冒号等于 对它的一个初始值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定义长量 定义长量的话啊 其实也就在这是多了一个观念词 这个观念词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Constant啊 Constant的话 其实代表就是 就是长 它翻译过来 其实就是经常长量 这个其实翻译过来 就是一个长量的意思啊 就是一个长量的意思啊 就长量的名字 然后写上空格 写上Constant的 然后空格再写上数据类型 然后如果想 这个是长量化 是必须负责的 也就冒号等于 后面给它这个长量值 长量名 然后的话空格 写上我们的这个Constant呢 空格写上数据类型 然后冒号等于 它的一个长量值 对也是一样的 如果字符的话 也是要加白银套的啊 除非是数字直接来写 这是啊 定音变量和长量的一个啊 写法啊 具体的一个使用的话 咱下午再去说啊 大家去吃饭吧啊